回到新闻现场来看到2024 TCCF创意内容大会登场了 规模是创下了历年新高 台湾电信公司也说明对于台流影视计划 还有文策院一起筹组了30亿的文化内容基金 预期最晚将在明年的第一季 正式运作挹注台湾的文化内容 临日攻击 跨外之一 八尺门的辩护人 台剧起飞关键之一是台湾的电信业者 积极布局投资影视产业 今年TCCF创意内容大会 电信业者也举办记者会说明投资台流影视计划 透过这样的一个投资跟内容产业的一些结合 我们能够贯穿网路层 平台层到应用层 今年的金融奖可以看出来一个趋势 大家已经不再讲哪家电视台跟哪家电视台竞争 而是讲哪家平台跟哪家平台竞争 影视产业变成电信业角逐新战场 也解决台湾影视作品资金缺乏问题 而中华电信携手文策院 筹组新台币30亿的文化内容基金 将要陆续投资到台湾文化内容产业 那目前我们规划这档基金 是希望在明年的最晚 明年的第一季就可以运作 除了电信业筹组的文化基金 文化部长李远也带来好消息 国发基金第二个百亿已经通过 可以作为文创产业投资使用 而电信业进入影视市场 还有这个优势 中华电信在全世界各地都有非常多 透过网路基础建设 平凡的合作的海外电信公司的伙伴 大家知道每一个国家的海外电信公司 也都经营OTT或Fast TV或IP TV 不必再指望说 好像我们唯一的选择是国际平台 事实上中华电信就是一个最大的国际平台 台湾文创能量持续加温 今年的创意内容大会 来自50个国家600件的企划案报名 以及超过300位来自30国的专业人士 媒体 买家 参与恰商 规模也创下历年新高 新唐人也在电视 高建伦 曾新敏 台湾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